特朗普热脸贴冷屁股 朝鲜冷淡回音6个字 还向驻海美军基地空头垃圾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最新的动向 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特朗普可以说是信心倍增 认为自己重返白宫 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了 所以在他还没有上台的时候 特朗普就已经开始不断的憧憬 自己上任之后要做的事情 那么除此之外 他还不断的放风 自己上台之后 将会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做出一定的调整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与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的关系 是急速下滑的 但是特朗普在对待朝俄方面的态度 却和拜登政府有很大的出入 特朗普不仅是承诺 一旦重返白宫 24小时就要结束俄乌冲突 那么最近更是提到朝鲜 声称自己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相处的十分友好 那么他打算在11月 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要恢复和金正恩的关系 他还不忘打趣的说 相信金正恩也很惦记他 不过这次特朗普却有点热脸 贴冷屁股了 在得知特朗普的言论之后 朝鲜方面只回应了六个字 公是公 自是私 让特朗普分开对待国家政策 和个人的感情 不难看出 对于特朗普的示好 朝鲜其实并不感冒 那么实际上 即便是特朗普时期 朝鲜和美国的关系 也没有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和谐 当初的美国依然是没有停止 对朝鲜的制裁和打压 所以特朗普如果真的想改善 朝鲜的关系 就绝对不能只靠嘴上来说一说 近80年来 美国一直追求和实施 最毒辣 最执拗的对朝政策 那么美国一边吐出 对话协商等这样的一些甜言蜜语 一边不时的派遣核战略资产 增强部署尖端武器装备 朝鲜显然已经是把美国的作风 给研究透了 不会再轻易的相信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朝鲜还干了一件事 用实际行动戳破了特朗普的伪装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朝鲜和韩国在互相投放这个垃圾气球 这次朝鲜回应完特朗普不久之后 韩国国内就传来了消息 说朝鲜这次是直接把气球 投放到了驻韩美军龙山基地 狠狠的恶心了一把驻韩美军 那么从驻韩美军这件事情上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特朗普的双标 因为特朗普口口声声说 要和朝鲜搞好关系 但是并没有说会撤走 驻留在韩国境内的美军 韩国方面就透露 由于担心特朗普上任 那么韩国提前与美国 就这个驻韩美军军费分摊协议展开了谈判 担心特朗普到时候狮子大开口 做要更多的钱 那么反过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只要有足够多的钱 那么即使特朗普上台了 韩国也可以砸钱留下这批驻韩美军 甚至让特朗普带领的美国回心转意呢 那么只要美军一直留在韩国 朝鲜就不可能信任特朗普 特朗普也不可能与朝鲜搞好关系 那这么来看的话 特朗普所谓的与朝鲜 俄罗斯等国搞好关系 不过就是为了分化这些国家 最后再逐个击破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未来美朝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